第一百四十集 刚停车 一位长得极漂亮的女生迎面走了过来 然后在叶好轩惊异的目光下打开车门 从容地坐在了叶好轩的辅驾驶上 门女 你认错人了吧 叶好轩诧异地问 没认错人 找的就是帅哥你 女生看了一眼叶好轩 双眼微微一亮 长得帅有多金 这个机会不可能错过 帅哥 方便伤我一段路不 女生极为大胆 他一双葱白的手探上了叶好轩的肩膀 顺着他的肩膀往下滑 然后一双手握住某个地方 叶好轩吃了一惊 这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传说中的拜金女了 现在一些大学生爱慕虚荣 看到开着车的金主就往上靠 一副求包养的样子 其实现在社会 男人找小丝 也真不能全怪男人 如果没有这些爱慕虚荣的拜金女主动 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男人出轨了 呃 于是便带着娇媚的笑意称道 帅哥 不要那么一副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样子嘛 只要你愿意 我怎么样都可以 说着 还暗送秋波 如此赤裸裸的暗示 绝对会让所有的男人把持不住 但叶好轩偏偏把持住了 虽然这女孩身材和相貌没得挑 但是跟叶好轩那几个红颜知己比起来 还是差远了 叶好轩对此有一定的勉励 请吧 叶好轩说着打开车门 语气已经微微的变冷 那女孩恼怒的瞪了叶好轩一眼 然后气鼓鼓的下了车 这个时候刚好许彤彤 从楼上走了下来 来到了叶好轩的车前 女孩一睁 她虽然自是漂亮 但是跟许彤彤比起来 还是不够看的 难怪那车里的小帅哥 对她无动于衷 自己跟许彤彤比起来 还真是不够看的 跟上次一样 叶好轩直接翻窗而入 进入许彤彤他们的宿舍 只见徐一盈还在那里 争争的出神 不过她的情况比上一次 已经好了许多 至少没有那种疯癫的状况 看到叶好轩走了进来 徐一盈本来暗淡无神的目光 微微的一亮 她下意识地站起身 叶医生你来了 叶好轩点点头笑道 把手给我 让我给你拔把脉 徐一盈点点头 然后把手伸了出来 叶好轩伸手 在她的脉搏之间一搭 心中便已经有数 没什么大问题了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都要看开一些 心情放松 没有迈不过去的看 叶医生 谢谢你 我知道了 徐一盈微不可闻地一谈 见徐一盈的情况有所好转 叶好轩便提出告辞 毕竟这里是女生宿舍 待久了也不好 叶医生 徐一盈突然叫住了她 还有什么事 叶好轩回头问 以后能多来陪陪我吗 徐一盈有些迟疑地说 当然没问题 有时间我会来多看看你的 多保重 叶好轩笑道 许童童送叶好轩离开宿舍 同样是趁着大妈的不注意 叶好轩嗖的一声 从宿舍的门口窜了出去 接连来了几次 叶好轩对这里 倒有些轻车熟路了 许盈的情况怎么样 许童童问 没什么大碍 现在她的情绪倒也稳定 不过你找到原因了没 没有 她那个样子我们也不敢问 生怕问错了 又触及她的伤心处 倒是那个姓赵的混蛋 有几次想在宿舍门口纠缠她 让我把她骂跑了 许童童说 叶好轩点点头道 原因暂时不管吧 她没事就好 走吧 几次麻烦你 我请你吃饭 许童童笑道 刚好今天没事 叶好轩笑道 好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理工大学所在的地方 算不上是最繁华 周围最好的一家餐馆 就是人间一品 正是冯志远 名下的产业 叶好轩以前来过一次 里面的大厨还算不错 来到门口处 许童童甩出一张 黄金会员卡给保安 在这里 不同的卡代表着不同的级别 黄金卡也算是尊贵的客人了 保安恭恭敬敬地把两人迎了进去 宣了一个好的位置 许童童丢过菜单笑道 吃什么随便点 不用跟我客气 行 今天就沾沾你许大小姐的光 像我这种土鳖 一辈子也没来过这么高档的地方吃饭 叶好轩接过菜单 你就吹吧 谁不知道你现在身家数亿 许童童撇撇嘴道 叶好轩随便点了几个菜 然后把菜单丢给了许童童 他也点了几个 这才叫服务员过来 来瓶红酒 八二年的拉费 不要用刺的糊弄我 不然我让连胖子好看 许童童随口说 好的请稍等 服务员点点头 这声音多多少少听着有些熟悉 叶好轩回头一看 微微的一争 这服务员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前女友傅云云 是你 叶好轩有些诧异 这傅云云不是跟了孙大少了吗 就算再不计也不至于流落在这里做服务员吧 况且以他虚荣的性子 怎么甘心去做服务员 叶 叶 是你 傅云云云这才认出来叶好轩 手中的菜单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震惊之余 傅云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 孙大少第一次带他来这里的时候 还嘲笑叶好轩 还嘲笑叶好轩没能力在这里消费 而现在叶好轩堂而皇之地坐在这里 而他却成了一个第三吓死的服务员 不得不说现实真的很讽刺 对 对不起 傅云云连忙道歉 然后捡起菜单 飞快地离开了 他后悔 他现在只要一想起当初自己那样对叶好轩 他就后悔得要死 怎么 你认识 徐腾腾诧异地问 叶好轩点点头 对于傅云云 他现在已经没有太多的感觉了 我看不止认识那么简单吧 你老相好吧 女朋友 前任 我以前是个穷学生 所以 你懂得 叶好轩苦笑道 那他现在肯定后悔 这种女人 活该 徐腾腾幸灾乐祸地笑道 不提了 叶好轩摇头苦笑 过不多时 菜已经被端了上来 只是上菜的时候 已经换了一个服务员 可能是傅云云怕尴尬 所以和别人调换了一下 敬你一杯 谢谢这几次来的帮助 徐腾腾倒了两杯红酒 这样不好吧 等会儿要开车的 叶好轩有些犹豫 现在酒后驾驶很严重的 怕什么 那么多交警 难道只盯着你的车看 许童童白了他一眼 那好 叶好轩端起红酒 和许童童轻轻一碰 一饮而尽 叶好轩确实是感觉有些饿了 他也不跟许童童客气 大吃了起来 但是许童童也是一个十足的吃货 相比之下 叶好轩的狼吞虎咽 倒显得有些斯文了 人间一品走的是高端消费 这里面的大厨都是名家 烧的那些菜色香味俱全 尤其是一道红烧狮子头 更是让人无比回味 正在这个时候 一阵光光当当的响声 从一边传过来 伴随着一阵惊呼和尖叫 一个胖胖的男人 还有一个猥琐男 和傅云云起了冲突 那个胖男人和猥琐男 正是前一阵子 因为调戏夏寸心 被夏寸心开了瓢的温总 和他的小跟班 你们经理呢 叫你们经理上来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你们这家饭店的服务 怎么这么差 温总叫嚣道 一边一个领班模样的女人 连忙跑上了陪笑道 真不好意思 她是新来的 两位多多包涵 多多包涵 领班说着转身立声道 还不道歉 对 对不起 傅云云胸口的扣子 已经被扯断 露出大片大片血白的肌肤 和粉色的吊带 不用多问就知道 肯定是刚才这个胖子动手动脚 对不起就算了 你搅了温总吃饭的心情 你看着办吧 一边的猥琐难喝道 嘿嘿嘿 美女 我也不为难你 坐下来陪我喝一杯 这事就算了 温总抖着脸上的肥肉 笑嘻嘻地说 傅云云有些厌恶 她虽然虚荣 但不是放荡的女人 刚才如果不是这个恶心的胖子 对她动手动脚 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不起 我不会喝酒 那可不行了 你看你 把我的衣服都弄湿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牌子吗 你一年的工资都赔不起 温总身上的一件 限量版的阿玛尼上面 沾满了汤汤水水 我 傅云云求救地向领班看了一眼 那领班白了一眼说道 云云 你就坐下来陪温总喝一杯吧 毕竟是你做错的 不是 是她先对我动手动脚 我真不是故意的 傅云云委屈地差点哭了出来 她下意识地向叶好轩所在的地方 看了一眼 却失望地发现 叶好轩只是在吃饭 并没有看向她一眼 就像不认识她一样 这让她心中一沉 眼泪差点落下来 这个男人原本对她是多么的合伙 以前遇到这种情况 她肯定会义无反顾地保护自己 可是现在她却无动于衷 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动手动脚又怎么样 我告诉你 只要温总喜欢 多少人排队往温总的床上躺呢 看上你是你的福气 唯一所难喝道 来吧美女 给个面子 喝了这一杯 就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温总不怀好意地 举起一杯下了料的酒 送到了傅云云的眼前 傅云云突然涌出一股怒火 自从孙大少消失了以后 她的日子跟以前比 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虽然孙大少只是把她 当作一个卸欲的工具 但是毕竟没人敢欺负她 这个胖子当众撕破她的衣服就算了 还敢明目张胆地调戏她 这让她忍无可忍 傅云云端起酒杯 把满满的一杯红酒 泼在了温总的脸上 贱人敢泼我 温总大怒 一个反手抽了过去 啪一声清脆的响声 傅云云只觉得眼貌惊形 你是不是不想在这里坐了 如果是马上滚走 领班一边向温总道歉 一边向傅云云怒喝 我是来做服务员的 不是出来卖的 我有我的尊严 傅云云的眼泪夺眶而出 他虽然虚荣 但是不随便 他也是有尊严的 尊严 让老子告诉你 什么叫尊严 温总猙獰的喝道 你个低贱的服务员 也想要尊严 告诉你 今天不把老子 伺候舒服了 你别想好过 叶浩轩终于忍无可忍 这个死胖子 怎么到哪里都能遇到他 而且每次都是这个桥段 叶浩轩走到温总跟前冷笑道 温总 几天不见 你脑袋上的伤好了 谁 谁脑袋上有伤了 温总恼羞成怒 前几天被夏寸心敲了一酒瓶的事情 一直让他耿耿于怀 他一转身看到满脸冷笑的叶浩轩 他心中不由的意图 冷汗马上流了下来 叶叶少 温总和那不可一世的猥琐男 马上软了下来 叶浩轩的身份 他们根本就不用打听 毕竟和李军林 都能称兄道弟的人 绝对不是一般人 叶浩轩镜子走到傅云云的跟前 淡淡地说 遇到这种事情 应该去抽这胖子几个耳光 或者像我一个朋友那样 拿起酒瓶帮的开瓢 尊严是自己证的 不是别人给的 傅云云流着泪点点头 他心中闪过一丝安慰 叶浩轩能出面帮他 这让他很感动 他咬着牙 拿起一瓶红酒 脸色不善地 走到温胖子的跟前 温胖子吓了一跳 他连连后退道 你 你想干什么 我警告你不要乱来 如果你的公司不想倒闭 就老老实实地低下头 让他出出气 叶浩轩淡淡地说 叶少 我错了 我以后不敢了 你放过我这一次吧 温胖子吓了一跳 苦苦地哀求 却是一动也不敢动 他丝毫不怀疑 叶浩轩有这个能量 傅云云拿了一个酒瓶镜子 走到温胖子的跟前 一咬牙 罩着他的脑袋 重重地敲了下去 酒瓶碎裂开来 红色的酒水夹杂着鲜血 顺着温胖子的脑袋流了下来 他却是直直地站在那里 连躲也不敢躲 你不妨多敲几下 不然的话 他可能一辈子也长不了记性 叶浩轩淡淡地说 傅云云点点头 转身又走到桌子前 抓起能抓的东西 罩着那猥琐男和温胖子 没头没脸地乱砸一通 两人直愣愣地站在那里 硬是动也不敢动一下 终于 傅云云发泄完了 两人的脑袋也像是烂冬瓜一样 被砸得鲜血之流 滚 叶浩轩淡淡地喝道 谢夜少 谢夜少 两人如蒙大蛇 灰溜溜地滚出了人间衣品 你们经理连胖子呢 夜好悬向那领班喝道 连经理马上就来 马上就来 那领班下了一条连声应道 过不多时 满头大汗的连胖子 这才匆匆地赶来 老远就陪笑道 夜少 过来也不知会事 招待不周 招待不周 连胖子 告诉你们这里的领班 服务员也是人 也有尊严 不要自己的人被人欺负了 还要低声下气地道歉 夜好悬喝道 嘿嘿 夜少说的是 我等会儿就教训他们 连胖子连忙陪笑道 那领班也被吓了一跳 心里七上八下的 生怕夜好悬再找自己的麻烦 好悬 谢谢你 傅云云出了胸口的一团恶气 有些哽咽地说 你男朋友孙丽呢 夜好悬有些诧异地问 孙丽可是个阔少 她不会允许自己的女朋友做服务员的 尽管她对傅云云只是抱着玩玩的态度 上次被你教训以后 她就再也没露过面 傅云云叹道 叶好悬这才想起来上次 自己把孙大少丢到下水道 她以后再也没脸在学校里混了 叶好悬点点头道 你去忙吧 我朋友还在那里等着呢 傅云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只见漂亮的许彤彤正盯着自己看 许彤彤气质出众 远远不是自己所能比的 她心中涌起一阵自残行贿的感觉 她知道叶好轩现在的身份今非昔比 她也十分后悔自己提出分手 她如如地道 好轩 我知道我以前做的事伤了你的心 我知道错了 我们还有可能吗 叶好轩没有说话 只是端起一杯水 轻轻地泼在了地上 然后转身离开 覆水难收 傅云云不是傻子 她的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这个男人本来对她极好 对她极为呵护 可是现在却形同陌路 这一切都是自己咎由自取 吃完了这顿饭 叶好轩便开着车向诊所的方向开去 行至一个红绿灯口 前面刚好亮起了红灯 她轻轻一踩刹车 车子缓缓地停下 她的车子刚刚停了 突然轰的一声 车子巨震 叶好轩猛地向前一冲 脑袋差点撞到了挡风玻璃上 显然是后面追尾了 叶好轩大怒 麻痹的怎么开车的 她打开车门怒气冲冲地走了下去 大家好 果为新书 都市超级透视 主角陈飞在鬼门关走过一趟 大难不死 偶然获得白衣道士契约传承 武术 医术 透视眼 通通都有 大热透视题材 吊打各种不服 欢迎大家收听评论